音樂女老師愛重機 受風倒車公主 重機威風靈靈的使勁 一身進裝打扮的女騎士 哇哦 真殺 好 畫面先到這裡就好 這樣這樣你有辦法簽上去嗎 沒有辦法 對啊 要請車友幫你簽 對 我就每次到 像有一次他們也是 然後我到了 他們就把我扶著 我就下來 他們特地就把我簽好 真好 你真的還有這種服務 沒有 因為我太小隻 台東市這名在南非長大的音樂老師 Julia 雖然身高才154公分 體重44公斤 卻是個貨真駕駛的重機女騎士 三年多前 她一時衝動 買了一輛幾乎是她體重4倍 重達160公斤的大型重型機車 成了車友界小有名氣的倒車公主 不是倒車公主喔 那時候也是腳太短 然後不太適應 然後停紅綠燈 那個地如果沒有很停 踩空就倒了 然後每次出去都會遇到這個時期醒 所以車友都幫妳的嗎 倒車公主 現在不會了 現在不會了 現在經驗比較不夠 好好好 她請車行人員將坐墊降低4公分 再穿上前端加厚的靴子 現在積起來得心應手 Julia開朗地說 她可能是全台灣最小隻的重機女騎士了 我比較喜歡騎山路 山路 對 因為山路車子比較少 然後跑車子過彎啦 然後比較舒服 比較好玩啦 妳有看她小隻肚子要搶你去旁邊嗎 我搶你旁邊 帥氣的Julia要出遊了 動新聞台中報導